澳洲又有物种泛滥常灾了 这次是我们村尔尝尽的大田 你知道澳洲人为了防他们有多努力吗 看看这道长达五千多公里的野狗围栏就知道了 这可是澳洲一项非常有特色的建筑 当初野兔泛滥时澳洲人想的是修围栏 骆驼与袋鼠泛滥了还是修围栏 澳洲人果然特别爱护动物 至于泛滥常灾什么的也不见美景 但是谁又能想到在这片野生动物的天堂 澳洲野犬竟然能称霸一方 混成了这片草原上 名声最响亮的仔 当地人认知里的害手 他们在澳洲野外数量已经达到了三百多万只 本来澳洲这块地方地广人稀 澳洲人也没想感觉察觉 只想着井水不放河水 谁知这群野狗不将武德 隔三差五的来农场偷吃 今天杀头牛 明天宰吃羊 还专门挑小的下手 澳洲人就是再好的脾气 也禁不住折磨链 于是他们和大王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对决 为了提高人们的灭狗的积极性 澳洲政府还开出了一只七美金的高价 每年至少发放一万到一万五千只 混种野狗的巡场 澳洲传统职业赏金令人再次上线 为了泄分 他们还把野狗的尸体直接挂到羊群附近的树上 用来警告其他野狗不要得尊净职 这一招在一开始的确震慑出了不少野狗 但是看久了也容易产生视觉疲劳 也说野狗的同孩们就连羊群都免疫了 在澳洲南边有一个叫普拉的私人农场 原来养了上千头养 结果在野狗变斗后用了不到半年时间 就让这个农场只剩下了一百五十头左右的羊 好家伙 这哪里是农场啊 分别是野狗们的运用厨房 农场主都损失盲圈了 这不仅让人好奇 这些大黄们为何如此疯狂 澳洲围着大型石肉动物野狗 竟然也泛滥成灾了 每年让澳洲农业和畜牧业痛失一亿美金 后来啊 人们发现这野狗呢 和澳洲野兔等泛滥物种一样 都是外来物种 澳洲原本是没有狗的 他们作为人类忠诚的好朋友 随着人们的脚步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虽说他们到现在已经在澳洲生活了几百年 但于本土物种 白鼠啊 压嘴兽等 在这片地界上生活了超过1.51年的动物相比 实在算不上本土物种 而且呢 连一个独立物种都算不上 起初 在澳洲狗的数量也并不多 而且都和人生化在一块 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随着时间一长 拖离了人们控制的家权 从村庄周边扩散到了野外 野巷也开始逐渐恢复 开始拉帮交 准备组成一只强悍的队伍 那么你可能会问了 难道澳洲连头狮子或者狼都没有吗 人有这只野狗队伍做强做大吗 其实呢 在以前澳洲本土还真有 克制野狗的食肉动物 比如带狮啊 带狼等 这些都是澳洲本土的猛将 哎 但遗憾的是 随着人类的大乱 带狮很快就消失了 那这不是还有带狼吗 然而悲催的是 当时人们带狼更具有威胁性 对他们一点好感都没有 游荡在外面的野狗们 偷偷对周围的牲畜和驾驹下手 而不知情的人们 却将这口锅 直接扣在了带狼身上 连给他们身边的机会都不给啊 无形中站在了野狗这一边 澳洲人与野狗群的联合打压下 带狼难以招架 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把唯一的大型食肉动物的名额 让给了敬登对手 而野狗们呢 也不负众望 不顿壮大 混出了澳洲恶犬的名号 如果动物界要扫黑除恶 澳洲的野狗首当其冲 南南在2018年 端送在野狗嘴里的羊 有超过一万多只 第二年数量还发了一倍多 动物界的这股黑恶势力 已经严重威胁到了 澳洲的农业和畜牧业 每年至少损失一亿美元 除了祸祸祸人来 这些野狗会对其他动物 疯狂收取保护费 他们占据带熊的家 吃掉带水的幼崽 捕杀野蛮和狐狸 有时候还掩馋水里野鸭子的身体 当然 澳洲野狗能够有 如今只手遮天的局面 澳洲人是他们最大的厚大 野狗在人类的支持下 干掉了唯一的天敌代狼 哼罢土鳥 土鳥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后 开始对野狗实行监挡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 一些保护区域公园里面 澳洲野狗会得到 与野生动物一样的打益 得到保护 但是在农田野外 以及四人的地方 他们就会被允许捕杀 换句话说 在澳洲 野狗是一种确定恶的狗 同一条狗出现在保护区公园 它就是条好狗 需要保护 但是出现在农田野外 以及四人的地方 那就是条十恶不赦的恶狗 这样一来 不仅令人好奇 澳洲野狗到底算什么呀 澳洲本土的一种独特物种 还是泛蓝成员的入侵物种 你说它们是独特物种 也说得过去 毕竟澳洲野犬 替补了带狼的位置 在被人维持害羞的同时 你说澳洲野犬是泛滥成员的入侵物种 也有道理 它们都是家犬野化后的产物 如今野狗泛滥 严重威胁到了牛羊的生存 政府一方面高价学生杀狗 一面又保护它们 当真纠结得很 毕竟如果澳洲野狗全都消灭了 不知道土澳上的哪一路大神 又会泛滥起来 好在澳洲政府沙费苦心 他们参考了治理袋鼠的经验 把狗肉当成了买卖 但有一当年没有吃狗肉的习惯 所以只好做成了罐头出口国外 好补上财政的口子 但是买不买账 这就得看买一点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发映评论局留言互动 咱们下期再见